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叫他阿蒙呢 因为李蒙在非常年轻 十五六岁的时候就随姐夫参军了 跟着军队是东等西沙 提出他姐夫还不愿意让他待在军队里 认为他年纪太小了 但是李蒙非常好强 用实力证明了他能待在军队里 随着他年纪增长 他也就成为了吴国的一个将军 建立非常多功勋 孙权也对他非常器重 但是李蒙也有个毛病 他就是文化水平太低了 你想啊 十五六岁就随军征战 哪有功夫看书啊 李蒙也认为 哎 我看不看书的不重要 认不认字没关系 我能打仗就行了 而面对复杂的军事情况的时候 李蒙也能恰如其分的做出分析和判断 但是随着李蒙的地位越来越高 孙权对于这个情况也很重视 孙权把李蒙叫到跟前来跟他说 李蒙啊 你现在是吴国的大将军了 我认为 你应该多花点时间在读书上面 这非常重要 李蒙说 哎 主公 您看我军营里面事情这么忙 我哪有功夫看书啊 我看不看书没关系 我能打仗就行了 我没有必要看那个书 松玄说 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 你说你忙 没功夫看书 我问你 你能比我忙吗 不止军营中的事情 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都得管 你能有我忙吗 哎 那当然 跟主公您比 我是没有您忙 我比你忙 我还得看书呢 我跟你说 过去我没有看过《易经》 很多兵书我也没看过 但最近我都排的日程 我都看了 我再跟你说 当初汉光武帝刘秀灭黄马的时候 整天戎马生涯 他身体就没离开过马背 据说 他的书就不离开手 整天都在看书 后来被世人称为仁德之君 跟刘秀比 你能比刘秀忙吗 刘秀灭光忙 我还比你忙吧 那倒是 他打比我忙 我再跟你说 曹操 他的岁数比你大 比我也大 但他是老而好学 天天都在看书啊 你身为一个氏族 你可以不读书 但身为一个将领 你不读书 不懂得兵书 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 人家当面不书 背地里会笑话 你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将军 这怎么能行啊 吕蒙一听 孙权这一次是认真的了 那好吧 那那读书 我就读书吧 说读书还真就认真读书了 这一认真啊 知识也就见长了 说有一回 吴国的大将军 鲁肃跟吕蒙在讨论 军事上的问题 吕蒙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甚至还引经据点 吕蒙问鲁肃 你离这 荆州地界这么近 这镇守荆州的官羽 在一旁虎视眈眈 你怎么办 鲁肃当时就没有马上回答出这个问题 吕蒙给他提了五条计策 这一提完 鲁肃对吕蒙那是另眼看待 他站起身来 拍着吕蒙的肩膀就说了 哎呀 你的知识见长啊 看来你已飞当年的吴夏阿蒙了 说他不是当年的吴夏阿蒙 就是说吕蒙 已经不是当年十五六岁随军征战那个阿蒙了 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将军了 于是吴夏阿蒙这个成语就这么流传下来 他的意思就是形容人的文化水平不高 没有知识的意思 好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